以下节目含粗言谓语, 只适合成年人收看。 18岁以下人士, 请在家长陪同下收看, 敬请留意。 我们学习的朋友, 关职的朋友, 当时都不得了, 徐阳帝, 所以就找女儿拉船, 周围强掌闻女儿, 又经常找好东西。 看到一些风景名色很漂亮, 官员为了哄她开心, 就用风景名义, 做了一个清凳狮子头。 那用什么风景名义? 我不认为, 我们知道, 和MC研究她很多资料给我, 我记不太多。 但我還想喝一口湯,真是不得了 他一定喝一口湯 MC叫我放過這個菜 為甚麼?他說放過這個菜 因為清燉,即是西方人的慢煮 這樣才能令豬肉不會老,不會粗糙 因為我們在留言那罪說過 獅子頭應該是一插插下去 一揉上來,應該是托不起 整個掉下去才算是漂亮 對,軟不軟 很軟 他肥肉和豬肉的比例做得好 湯真是精髓 湯真是精髓 這麼重要? 為甚麼? 小姐,你不用放下去這麼快 不用這麼快 三個來吧 不要緊,不要緊 好小事 不要走 我們繼續走 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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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清燉獅子頭一定要很暖 才會合格 現在現世的人在香港做 可能有些走樣子會長久了 所以叫我放過去 而且我覺得他打的獅子頭 要加水分 因為你燉的時候,肉汁會出來了 是,阿翔可以吃得到 好奇奇 不老 看起來很香 好嫩 很鬆 全然吃完 吃完肉汁頭 就用飛騰魚頭來煮一煮 是 很嫩的 很嫩 這個湯是否精髓 用白菜味 還有火腿 對 這裡 我不客氣 我只要不多一斤湯 這裡網頁的照片 MC為甚麼叫我放過 叫我 算了 因為這裡用紹介紹 其實紹介紹也不太好 因為用上海白菜味 對,用上海白菜味 對,用上海白菜味 所以他叫你點一鐘好了 因為他知道我請吃飯 所以一定要點,但不要點這麼多 要點一鐘 代替了 爬燒煮豬頭 就要煮紅燒肉 謝謝 別客氣 紅燒肉 我一定要一個八葉 八葉 八葉OK 你來吧 八葉 現在酒精開始有一點微風 開始想找人 最好現在人家唱些江南小調 又彈琴又吹飄 如果有阿鄧麗君那些嬌蛇 死人 那些不得了 爬燒煮豬頭 就是怎樣 就是把豬頭 拆骨 又是拆骨 去毛 即是燒毛 然後再飛水 飛完水之後 再用紅燒煮 它中間要怎樣 因為腎房 沒有動骨 之後 淋了變走人 下面要用牙片 托住 托住 整個豬頭人 還要在那裡 請外國的元首吃飯 是 做爬燒豬頭 我想那些震撼的感覺 就像Ander Jones 還是Tempo Rock Doom 那些 我夠膽 如果這樣說 我是夠膽 夠膽 就夠膽做的 這些才叫堅飲 剛剛 這個 紅燒肉 看得到 肥 也有一半 還未到很多肥 但夾上去很輕 很軟 為何夾上去很輕 你放在那裡就知道 嗯 馬上溶 對 馬上溶 馬上溶 對 雖然紅燒肉 是本幫人 但不能再買一個 一塊一塊一塊 喂 酒 怎會有一塊 還有八葉 為何這麼喜歡吃八葉 第一 只會吃豆腐 嗯 從八葉 混在紅燒肉 煮 然後把醬汁全部放進去 是 因為特別好吃 沒錯 但是 說真的 如果今天這個味 我覺得要送些飯 才好一點 因為如果這樣吃八葉 就很濃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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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活飯 就剛剛好 就減了carbohydrate 是嗎 如果這樣吃 這個味道是濃 很甜 這味道是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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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我再給你一塊 我看到它好像有軟骨 有軟骨 這裡是絕對的 真的好吃 我吃一個輕輕一點 不要吃太多了 這塊 最輕輕的 先吃個軟骨 很甜 有一點點軟骨 瘦位 都不粗 也不會太柴 對 接得到 以紅絲肉來說 這個就算不錯 好 我們在這裡 叫擦骨魚頭 這裡 如果是揚州菜 這樣算 就叫擦骨魚頭 擦骨會魚頭 其實用哪個魚頭 用煉魚 哪個煉魚 魚字邊 連續煉 是 傳統的菜 是怎樣 擦骨魚 沒錯 將鯪魚頭 蒸好 人手擦骨 再餵上湯 再蒸熱 最重要的技巧就是 魚頭的頭型 不可以爛 魚韻不可以散 就喝一口湯 吃魚韻 吃的皮 啫喱 啫喱 這道菜 當年 擦骨會魚頭 在蘇舌同鄉會 是魚九石先生的名菜 邵逸夫每次去 就叫這道菜 好 好 MC說 你是網台邵逸夫 所以一定要叫過 給你試試 有些粉皮 為何會有改良呢 當80年代 蔣彪出來開樹 有一次 威林在這裡吃飯 跟蔣彪談 當時蔣彪不做菜 你做得到那道菜 然後就這樣做 然後威林建議 加些粉皮 所以就做了炸骨魚頭筋 就這樣了 可以試試 來吧 可以用胡椒粉嗎 不需要 先試試完美 有些粉皮 阿翔自己亦 有粉皮 好像一條條的果粉 沒錯 有些粉皮 有些筍 有些蔥 有些蠶豆 有些芫荽 有些芫荽 大家要小心 有些碎骨 有碎骨 有碎骨 拆得不夠乾淨 如果有碎骨 就不合格 因為這道菜 就預理整碗 就這樣泡在口 不過的確確是 有薑絲 有薑絲 有薑絲水 有冬菇 這種做法 跟羊周菜的 拆骨糊魚頭 就有些不同了 魚頭一定很新鮮 尤其是淡水魚 尤其是淡水魚 尤其是會新鮮 這個是魚訂菜 所以一定要 但不太美味 因為有限錢 魚頭筋 有些軟骨 軟組織 大家要小心 如果這樣說 就真的要小心 因為有手有火腿 你有沒有 我還沒吃到 所以 我建議大家 即是想試 就要預訂 不過這個菜 是羊周菜 請客必定要有的 很大塊 對 很大塊 很大塊 好 讓我先吃點東西 稍後再講 好 好了 和羊周三頭吃完了 好 還有我們兩個 交通的男朋友 我自己先吃三頭 對 繼續吃點小菜 好 香油膩糊 我知道你喜歡吃膳 是 我知道你叫什麼 他都會說 要煎膩糊 就是吃廣東菜 就要煎膩 對 沒錯 親熱 要不要拌它 你還要拌 是蒜頭 為什麼它好像沒有狗黃 對 因為 原來我們的膳糊 有時候你會看到什麼 銀牙膳糊 狗黃膳糊 全部都是 上海菜 藍來了香港 之後才有的款式 而本邦菜 不好意思 而本邦菜裡面的膳糊 就只要是響油膳糊 沒有銀牙 沒有狗黃 為什麼來到香港 又加了這些東西 這個是廚房 集光一些香口 就是有些配料 有些辣的材料 就是用來吸收汁 韭黃的香味 其實如果真的做本邦菜的話 就是加蒜蓉 然後煎油 煎油 煎油 就是響油膳糊 這樣吃法 來 你吃什麼 我不用 我吃完 它的膳糊很大 黃線很大 很粗 最好 不應該有骨 沒有人有骨 而且不能太甜 亦不能太鹹 因為要少許甜味和鹹味 都要平衡得到 才會好 而且這個醬汁 不太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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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 有機會問一下M.C. 好 好看的 M.C.想問你 選擇黃鱔 黃鱔 現在我吃的 肯定是很小的 黃鱔魚 知道嗎 黃鱔魚 這條鱔魚 其實本身是小的 對 沒錯 我想了解一下 究竟是否正宗的黃鱔 小鱔魚 而香港的本貨 例如三六九 一品香 吃的比較大的鱔魚 我真的要等她回答 而且她說的 我們叫酒油 但上海人沒有酒油 這個詞語叫做 煙 即是燒紅了豬油 然後把黃鱔放進去 然後在這裏兜 有些油在裡面 不是炸的 不斷在這裏兜 所以我們叫做菜 乾扁四季豆 對 而且那邊就是 那做法的東西 因為我不是上海 煮過上海菜的人 MC又跟我說 所以煮這道菜 不能有太大的汁 太瀉就不可以了 所以韌子和韭鱔 全部都是南無的食物 好 這個 剛才的拆骨魚頭筋只需二百多元 這東西一塊水多一點 紅燒肉這麼多塊肥豬肉一塊水 我們今天點的冷盆都是一百多元的東西 這東西貴了 兩塊多 這是火腿的問題嗎? 不是 這是豆的問題嗎? 這是火丁甜豆 這是上海美女人工櫃來拆豆 這是蝦櫃的東西 這些豆是小碗豆 像荷蘭豆那些 小碗豆 拿出來 把火腿切得很碎 然後用豬油去炒 因為揚州江南是好地方 有很多文人客士 聚集、吹水 一天我們見榮 你不是生產在喝酒吹水 所謂的喝酒吹水 其實就是上妓宅 上妓院 這是清流菜 怎樣清流菜 這碟菜我叫了回來 我是有筷子 我亦不是筷子 不是我夾的 是女兒 逐粒逐粒夾 威你 甜哥兒 她坐在大腿 威你 然後再摔杯手 所以這些東西 吃整個下午 吃整晚 你看這女兒這樣 死人了 是 本來是T-Man吃 3分鐘 見到人 是嗎 對嗎 她那個就很快 讓人可以吃 我放在內置 再放進去 謝謝總理 謝謝總理 所以你要叫 找女兒幫你 逐粒夾法 很頭癢 有疲勵 所以這個菜 不一定要熱吃 冷吃也可以 沒錯 所以剛才 阿倩姐姐罵我全菜 因為我今天給我次序 去幫我上菜 我說不要緊 因為這個菜是可以放的 因為幾百年前那群 好聽話是滾油 又不好聽話是文人 所以都是放了一萬 火腿的原因 就是要用火腿的味道 用來這樣送 不要太刷 不要太青 但是每一粒豆 你吃下去 甜都不得了 所以要甜 很甜 其中甜飯 不是蠔油 只是豆 三色豆 用青豆 不是 一聲咬進去 然後加一些豆汁 很甜 還有 一定要用新鮮 如果吃下去有渣 是老了 這個菜 就失去寓意 我出來煮好 我們是要老的 原來是這樣 現在真是很難說 你現在整件蒸豆給我 整件十幾十歲 雖然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中女協會的名譽會員 但問題就是 吃東西都有層次 還有這個菜 可以說是揚州菜 我用小炒王來形容 為什麼 因為有些地方 會放些蝦仁 M.C.去揚州玩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大女 他去揚州玩的時候 他說 有加冬菇 加筍粒 加刀油 就像我們廣東人的小炒王 有些人加蝦乾 有些人加魷魚 有些人加魷魚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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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加花生 什麼各樣都有 但都叫小炒王 很好吃 但我覺得 這些做法 或者這些手工菜 真的 這些精緻菜 我覺得 亦都會在上海裡慢慢適合 是 因為你現在那群上海人 其實上海人本邦 上海人也少了 上海人的大城市 好像廣州、深圳那樣 是 沉了很多人下來 是 東北有東北的路 是 湖南、地村都湧到上海 沒錯 他們的口味都雜了 是 他們好像是最傻的 就是他們連我們的雲吞麵 或者茶餐廳那些 吹芝藥墓 吹芝藥墓 吹芝藥墓賣燒很貴 是 他們反而年輕人 就不會欣賞這件事 我告訴你 即是我有個手足 誰自己猜 其實都會猜 那些三樣 桃頭 或者是另一個 這樣 他在上海 本來準備 追求女生 那條女生是做名店 高級銷售士 那些 沖飯大廈 你打算跟她去老吉市 或者去那些 很出名的上海菜館 想說 老爺 老客 你去吧 但你要去嗎 去何鴻記 去鄭豆 然後去香港冰室 冰室和翠華 對 有些冰室 有些紅豆冰室 現在才晚上10點 都好 他會覺得 潮了 OK了 那就死了 不是說你的食物不行 但你欣賞自己本土的食物 真的精緻 真的精緻 好 我們就停一停 讓阿翠吃點東西 然後再繼續說單味 對 好